各位平常好,我们是专题组的一般手工电和碳盘和方法,我们的组员有林家珍、游珍奇、林俊廷和何健良。 我们的研究动机,随着地球气候变迁家具相关意识也逐渐萌芽,越来越多的目标协议法规复读实施,其中碳盘杂式造成全球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, 而电焊过程气体排放就包含温室气体源CO2,汉间运用范围非常审泛,包含造船院、建筑业、机械制造等,但传播温室气体排放并未考虑此一部分的运用,由此引发了我们的花旗域进行研究的想法。 我们的研究方法与几流程,我们挑选两款常见焊调进行实验,分别以100A、110A、120A的电流焊接,用常宽、高38x、38x59的 要刻意向覆盖焊接位置,收集焊接材酸气体,并记录焊接剩余长度,将数据制成图表后利用公式计算碳盘,反复进行三次实验以增加数据准确度。 最后以碳排公式与质量平和法计算碳排放量。 最后来是我们的结果讨论,我们实验结果计算公式有下列两个。 我们的结果计算是,我们用一气氧道的二氧化碳量乘以压克力箱的体积乘以CO2的比重。 然后加上一氧化碳乘以0.049乘以CO2的分子量,乘以压克力箱体积乘以10的负三次方。 第二个公司是质量平衡法 使用焊调重量乘以焊调含碳量再乘以3.667 再来是我们的结果与讨论 在整个数据计算看台时 我们发现了实验结果与化学平衡法计算得出的质量有误差 专题实验重复测试数次 每种焊调的电流各5次后结果一样维持 我们找出的误差可能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排气泄露出压克力箱 第二种仪器CO2记录值单位直到小数点后一位 0.1%的CO2的差异将造成16.8698凝聚的碳排方向差异 虽然我们没办法测试足够可靠的实验数值 但我们认为本阶段的实验可以供有关的认为参考 因此除实验外我们到来电量工厂收集用电资料 以电量工厂为基础碳排查表格 作为本专题的另外一部分成果 接入焊调每公斤产生1.305927g的二氧化碳 焊调每公斤产生1.45331g的二氧化碳 此实验结果与化学单量把误差为66.48% 二我们盘查了焊接工厂整体的碳排放量 将根据风扇7排风机电焊设备纳入计算 得出一节克50分钟 焊机使用率50%以下 单节课堂将造成14.2746kg的二氧化碳排放